伙计师上神 zenit 领教导ING 我憲持艺热 我们感谢阿拉 一切照顾请�ista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 阿拉就祈祷 以作小禁 跟这个... 这话 我们今天 太白了 我们的交营 以及我们在讲这个有关于祈祷的课题 那今天我们学生啊 很少 可是我们也该做到我们该做的谁啊 也喜欢到我们这个 这个叫吉庆 那祖亚祈祷 祈祷这个事情 阿姆子里的 圣主在古兰经里面说 我说了 我祈祷说 我祈祷说 你们祈祷说 我们要 你们要祈求 然后祈祷阿姨 那阿姨就会应答你们 那接下来另外 环牛章186节 186节 所以说 另外圣人告诉我们说 祈祷是一切上公的仇 一切上公的仇 所以说祈祷 圣人也告诉我们说 祈祷是信誓的武器 信誓的武器 那圣人也告诉我们说 被欺负者 被欺负的人是怎么样呢 他跟阿拉之间是没有遮盖的 这个可见呢 也是拿着道的 我们长者 不便欺负弱者 所以说欺负弱 弱者 当他手抬起来 跟阿拉祈求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阿拉就马上 就接受他的祈祷了 接受他的祈祷了 那接下来 阿拉这个环牛章告诉我们了 当我的仇人问你 这个是牧圣啊 问你 问到我阿拉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他们 我是很接近你们的 那当他们祈求我的时候呢 我会信你 敬打他们的恳求 让他们诚恳地 听从我的召唤 并且信赖我 以便他们能导入真道 啊 道路真道 那所以说阿拉说 我临近你们的 接近你们的 Allah is near near to you 所以说有一次 圣们弟子哈 大声地做祈祷 大声地做祈祷 所以圣神看到了以后呢 圣神就说 你们求的人 不是龙子 不是龙子 就是阿拉不是龙子 你们小声求就好了 等下会有里面他的礼貌 就是说做祈祷的礼貌 就是说不要大声 因为阿拉在你们心里面 想什么阿拉都知道 阿拉都知道 所以说手抬起来 跟阿拉祈求 所以阿拉说我 临近你们的 另外 阿拉也告诉我们说 我接近你们 啊 接近 甚至接近过于你们的 两个脖子的大动脉 啊 两个脖子的大动脉 那有些人就说 啊 那么真主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啊 不是这个意思 接近这个意思 不是真正的阿拉人的 本体 在我们身上 还是这样子 所以说古兰经接近 古兰经接近这里是说 阿拉的知 所以不是真正的阿奔体 接近我们 是阿拉的知道 对阿拉的知道 那我简单的讲一下 然后我就请 啊 啊 那个乌玛老师上来 跟我们 啊 讲他准备的东西 小乐 那接下来 圣人怎么告诉我们呢 圣人说 祈祷是一个崇拜 祈祷是崇拜 啊 所以说崇拜是什么意思呢 崇拜就是你认主 认真主 那就是说你手抬起来 你表示你是阿拉是我的主 我是他的夫人 所以说我跟他求啊 我跟他求啊 啊 所以是一种 是一种上宫 所以啊 默奥老师讲了这句话的以后呢 就结到敬古兰经说 我发了 啊 他就说了 啊 你们的主说 你们要祈求我 啊 我就会应答你们 啊 应答你们 啊 接下来是 最好的崇拜 就是祈祷 最好的崇拜 就是以祈祷 所以说 阿拉也在古兰经里面说 我妈哈勒铺铺 所以阿拉说 我们要造化人和精灵 为了其他的 除非为了他们崇拜我 那崇拜是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 伊斯兰就是生活化 生活化 眼睛一睁开 就是在伊斯兰里面 眼睛一睁开就在伊斯兰里面 就在伊斯兰里面 人一睁开就念了 感恩啊 感谢 阿拉 感谢你 阿拉 感谢你 让我死去又复活 你那里是我们的归宿 因为我们有一天真的会死掉 因为圣人说 我们睡着是小死 大死是真的灵魂 从体内出去了 这是大死 那接下来 圣人又告诉我们 对宗主而言 最珍贵的事是祈祷 是祈祷 你看真主是不求于我们的 可是真主还说 你们要求我啊 我这里很多东西 我会给你们的 真主一直在告诉我们 跟他祈求 跟他祈求 所以说 这个圣讯 接下来是说 当我们人手撑出来 跟阿拉要的时候呢 阿拉 怎么样 阿拉就 一定会给你 就是说 阿拉在这里说 阿拉是慷慨的 阿拉就要不好意思 不给你了 不给你了 阿拉绝对不会让你空手 祈求了 我什么都不给你 那接下来是 祈祷 可以改变我们的成定 比如明天会出车祸啊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 不好 灾难啊 我们做祈祷 阿拉会不会驳坏 我们的这个灾难 那行上是什么呢 行上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延长我们的寿命 那关于这个 前殿这个事情呢 当然是 一切一举一动 眼睛一扎 都是在阿拉的前殿里面 你每天 那个头发还要断几根 都在前殿里面 你明天要发生事情 今天你做祈祷 为什么你今天会做祈祷 这个也是在前殿里面 每一个步骤 都在阿拉的前殿里面 所以说 我们就一直跟阿拉做祈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阿拉你给我 这个未来是好的 是平安的 完美的 让我未来 不要 不要是毁掉我自己的生命 还是出教了 等等 时常跟阿拉祈求 那这个祈求做祈祷呢 也是一种谦虚 也是一种谦虚 那我们祈求 不是说是新的穆斯林啊 还是平常的普通一般穆斯林啊 多做祈祷 那懂的人 要不要多做祈祷 还是要多做祈祷 还是要多做跟阿拉祈求 多做祈祷 那 诗舍 行上可以隐藏你的寿命 那 希望阿拉给我们 隐藏我们的生命 如果 我们的未来 不是诗舍 做好事的话呢 那我们 我们的生命 很长有什么用 没有用 我们的这个生命 一百岁 我们希望在一百年里面 每天都有做好事 做好事 做好事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寿命长 结果 没有做好事 没有做好事 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种祈祷 有人问 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挤去阿拉 让我们死 这也不可以 除非是什么呢 甚至说 你怎么做呢 就是说 真主啊 求你 给我 寿命延长 如果我的未来 是做好事 因为阿拉知道 你未来会做好 那做好事 那如果阿拉 如果我的生活 我的这个生命 未来都是做好事呢 真主啊 你就让我多活 多活 真主啊 如果我的未来 都是做坏事 都是不好的 我会做下一些罪过 你就早一点 让我死掉 早一点 把我收拾回去 这样的祈祷 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可以 碰到事情 挫折 你就求阿拉 挫上你死 这样都可以 就是不敢面对现实 因为真主 给你一点 小小的考验 你要忍耐 要想办法去解决 那当一个人 受到贵难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 没有贵难 没碰到问题的人的考验 那我们穆斯林 都是天下 和民事一家 当一个人生病啊 是健康人的考验 有问题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人的考验 穷人是富有的人的考验 所以都不要互相 互相忙 这个就是 伊斯兰的美德 伊斯兰的美德 那接下来是 每个穆斯林 圣人说 每个穆斯林 在祈祷的时候呢 如果是在祈祷里面 没有 做胆的祈祷 还就是 还就是跟我说 做祈祷说 阿拉 我跟我的弟弟 不要来往 我跟他 不讲话 还是类似 就是缺带邪亲 如果你的祈祷里面 没有这些祈祷的话呢 阿拉就快会答应 你的这个祈求 然后呢 或者是阿拉会 回报 在后世回报给你 今世 怎么求了都不给 怎么求也不给 对不对 阿拉在后世一定会给你 或者是呢 阿拉会把你的祈祷 转为 抵消你的罪过 抵消你的罪过 哇 祈祷这么好 对不对 那 圣门弟子怎么问呢 说圣人啊 那我们就 我们可不可以 向阿拉多求 多多向阿拉祈求 圣人说 你们求多少 阿拉都会给你们 因为阿拉是 什么 无穷的 阿拉是富有的 你要求多少 就尽量求 求也越多越好 这个就是我们 崇拜的真主阿拉 所以阿拉有一个名字叫 阿利 富有 富有的 你要跟阿拉求健康 你要跟阿拉求天堂 你要跟阿拉求富有 财产 你要跟阿拉求光 你要跟阿拉求学问 你要跟阿拉求健康 你要跟阿拉求子孙 尽量求 只要是那样东西 不是阿拉禁止的 阿拉不喜欢的 都可以尽量跟阿拉祈求 那接下来 阿拉 你看阿拉都爱我们 阿拉说我不喜欢你们 不像我祈求 不像我祈求的人 所以不像阿拉祈求的人 就是骄傲之大的 骄傲之大的 所以所以有些人 他就说我不祈求 我不希望在谁的掌控之下 他就说无神论的人 无神论的人 就是这样子 那阿拉是喜欢谦虚的 所以说你手抬起来 那个动作就是很谦虚的样子 所以说阿拉就会给你 你需要阿拉 那接下来圣人说了 无能的人是不做祈祷的人 不做祈祷的人 那就是平常不知道做祈祷 跟阿拉祈求 你爱真主 爱圣人 爱天堂 爱妞 爱这个爱哦 你就会产生药 你就会产生药 所以这就是说 无能的人 就是不知道心里面 要跟阿拉祈求的人 然后你们中最吝啬的人 是不道Salam的人 不给人家道Salam 道Salam是什么意思 道安 这个道安也是做祈祷 我们平常穆斯林就说 As-salamu alaykum As-salamu alaykum 还是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他的意思就是说 阿拉祈祢平安 所以当我们穆斯林 互相见面的时候 碰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阿拉祈祢平安 就是祈求 阿拉祢是乌阿拉祢平安 所以说我们穆斯林 这种说什么 最小气的人就是 你看到穆斯林这句话 都会不讲的 不会别人祝福的人 所以说这个道安时的责任 当别人给你道安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来 你一定要回 阿拉祈祢平安 那最好的 最大的回事 阿拉祈祢最多的 这个道安时 就是你完整的给他道Salam 叫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那当别人给你 完美人道Salam的时候 你要完整的回他 你叫说 Wa alaykum as-sala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所以说 令神的人也是一样 我给你道安时 说阿拉祈祢平安 阿拉祈祢极倾 阿拉祈祢 慈名 三样东西 平安 慈名 激情 结果你回他一个说 阿拉祈祢平安 表示你小气 表示你小气 所以说 你要还完整的回他 或者是 跟你讲 As-salamu alaykum 你就回他完整的 表示你慷慨 对不对 但是跟你讲 As-salamu alaykum 你跟他讲 Wa alaykum as-sala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对 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 后面的 我们就讲简单的学一些 很简单的 做祈祷 它有很多条件 其中我提出来一部分而已 以后我们再慢慢学 祈祷的条件 礼节 以及应答的原因 我们这里提了四项而已 第一就是诚心为主 诚心诚意的时候 排起来为阿拉做祈祷 不要说是不专注 你要很诚心诚意的信仰 去跟阿拉祈祷 那种祈祷 阿拉就会接受 接下来是什么 你在祈祷 还是 祈祷阿拉的时候 要赞祖战胜 前后 前后 开始 Bismillah Alhamdulillah 所以说在这里写在这个白板上 让你们人心的朋友容易学习 其实我应该把写在这个里面给你们讲 Bismillah Alhamdulillah 祂的意思就是这个 公圣主之名一切赞成全国的阿拉 祈求阿拉是以穆罕默的身份平安 这样子以后呢就祈求要什么东西 这个是做读案的礼貌 不要说马上就要了 结果到你祈求阿拉要完了以后呢 你再 就结束了 一样站住站住到最后一次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礼节 做读案的礼节 第三项是要认真地祈求和诚恳 认真要认真 所以有些人做读案的 台湾是动看戏看的 动看戏看的 是不是 所以说做读案要很 你看有些人就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 大家看现在很多 有些做做做做流泪 那流泪的读案也是一个条件 阿拉接受了一个条件 流泪的读案 还有流泪的眼睛 阿拉不愿让他掉进火域 这个眼睛掉眼泪 因为你真的从心里面感受 跟阿拉祈求掉下眼泪来 这个眼睛呢 圣人说阿拉不愿让他进火域 那然后呢 做祈求掉下眼泪来 这种人阿拉一定会接受他的读案 还有什么 独自一个人晚上做祈祷 然后流下泪来 那种人也是在后世 没有影子的那一天 阿拉会给他影子 那审判日 那审判日 太阳就有义仗高 表示什么 很虔诚 表示这个人很虔诚 他没有人看的 有没有人看到他 他独自在黑暗里面 手抬起来跟他做祈祷 然后掉下眼泪来 这种祈祷 阿拉会接受 阿拉会给他好多 会接受他的祈祷 不知道他叫火域 然后呢 在审判日 没有 没有那个影子的那一天 阿拉会给他影子 阿拉会过来 你在我的影子宝座下面 成凉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影子下面 塞了头块宝 对 这个是 诚恳 诚心诚意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要学习 要增加自己的学习 以及对真主的信任 那种的 你才会慢慢产生这种 很诚心诚意的心 那接下来这四种是什么呢 不急照应祈祷 祈祷 很应答 很急 做了以后就要 阿拉什么时候会 回应我 阿拉什么时候 应答我 阿拉什么时候 会给我这个祈求 很急 不急 一直做 一直做 为什么 你每一次手抬起来做 都没白做 记住 这次做了 阿拉会会 这次做了 阿拉会会 看到了 刚才圣人说 刚才我讲了 圣人说 阿拉让你每一次祈求 都会 洗击你的最后 还在后世一定会回神 没白做 所以说 多多的做祈祷 多多的做祈祷 以许阿拉 那今天 以许阿拉 我讲的 大概就这里 多不如讨厌 有什么事 以许阿拉 没有了问题 可不可以在路上 比如说你看到的可怜人 那种真的很可怜的 然后什么精神病的 你就因为心里难过 就替他做祈祷 这样的祈祷 阿拉会接受 明天晚上还是当 就能够看到的时候 马上祈祷 也可以 也可以 马上 马上就跟他讲 阿拉持命 你要忍耐 我会帮你做祈祷 忍耐 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 愿意 着意的 每一个着意的 或难 都不是他自己 要去找的 每一个人生病 你就问他 你想生病了 他跟你讲 我不想生病了 可是我生病了 那个就是阿拉给你生病 所以说这种人 你要安慰他 要告诉他有点耐 不要白白的病了 不要白白的受伤了 所以说抱怨的人 就白白的受伤 生病的人 他抱怨 就白白的生病 所以说圣人告诉我们说 你们生病疼痛 不要狠 叫什么 不要哼 就是痛嘛 一直在那哼 那这样子 哼出那个声音 表示你不甘愿 表示你抱怨 你要忍呢 你痛就说 哎呀医生我痛嘛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在狠 狠的意思 那个就是抱怨阿拉的意思 不是 那我们可以为非目 而做祈祷吗 还是不离 你对非目色列做祈祷 做什么呢 做祈祷啊 求阿拉 指引他的心 变好 对可以 你说阿拉 求你 指引这个人的心 走上正道 所以你说 你说求阿拉 慈民他 饶恕他 阿拉不会接受 因为他没信阿拉 那这样子呢 我们应该要对他说 我们回教是最好的吧 我们回教是最好的 可以跟他讲啊 可以吗 可是你要用平常的 生活的态度 就跟他们来往 你不可以吗 他就跟他讲说 我们牧师是最好的 他就跟你讲说 哦 哪里有 对不对 哪里有 当时会跟人家讲 你平常就当时跟他 哎你好啊 有东西 要跟他吃啊 他有什么 会长来 我可以帮忙你吗 是不是 这种态度 能让他了解 意思是让他讲 你不要马上什么都没有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就马上去跟他 跟他讲 这是没有技巧 这个叫 Hikmah Wisdom 对 你要跟阿拉求这个 Wisdom 这个Wisdom Hikmah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阿拉在古兰尼里面说 如果阿拉给了一个人 这个Hikmah 他已经得到 很大很大的恩典 就是你有技巧 去讲的话 有技巧去宣调 啊 OK 你谢阿拉 那我们现在请 啊 马上来跟我们 讲 讲一讲